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学习太上感应篇 其实就是自爱 顺着自己的性德来处事待人接物 而随着深入的学习 要对感应 对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 我们能更认识 更了解 进而肯定 因缘果报的真相 这个肯定到什么程度 任何情况发生 我们都不怀疑感应的道理 比方 我们做了一辈子好事 晚年生病 还相不相应性感应的道理 很多的人遇到这个情况 他就觉得圣贤佛菩萨讲的 没道理了 所以能认识的够深 才不会遇到境界的时候 深烦恼 深怀疑 甚至怨天尤人 所以我曾经遇到一个朋友 他的人生 真的遭遇非常的坎坷 他父亲癌症 他给我说到 他出入医院 就好像自己家的厨房一样熟悉 后来怀孕 生产的时候 胎死腹中 为了照顾自己的父亲 没有办法顾及婚姻生活 后来还离婚 紧接着还有 更不幸的事情 都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我了解到他的身世 真的觉得自己比起他太幸福了 可是很可贵的一点 是他虽然经历人生这么多的坎坷 他没有一句抱怨 他只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这一念心 我们当他的好朋友 都觉得不尽心尽力 帮他真的过意不去 所以他不怨天不由人 那是因为他对因缘果报 他不怀疑 他能够接受 进而呢 他能够去断恶修缮 所以后来啊 他也改造他的命运 现在也在学校教书 家庭也蛮幸福 所以在修学的路上啊 信解形正 而这个信呢 有多深啊 解形啊 才能不断地推进 假如这个信心有限 深入理解 也很难得理 而一个人要弃入境界了 他的信解形 要融成一体 没有丝毫的怀疑 理解了就赶快去做 这样的人呢 能够弃入境界 所以我们 也要问问自己啊 自己信感应 信因果报应 到什么样的程度 能不能 毅力不咬 当然 佛陀慈悲 把 因缘果报的道理啊 给我们 多方的开解 比方 欲知 前世因 今生 受者事 很多人觉得 我这一生又没有做坏事 为什么 我有这么不好的 人生际遇 所以感应 因果的事实真相啊 它是通三世的 他不是只能看这一世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 遇到不好的事情 遇到不好的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我们就要想起 这一个道理了 今生 受者事 那是因为 前世 造作 不善业 才赶 召来 这个国报 人真的明白 这个道理了 对任何一件事情 绝不抱怨 为什么是我遇到 因为是 为人 自招啊 那是我前世 造的 不善业了 好 所以真明白了 人生就 不再埋怨 任何事情了 甚至于 都觉得 事事是好事 不止不埋怨 他觉得 每一件事 都是好事 为什么 瘦了以后啊 这个国报 不就消了吗 这个账 不就结了吗 这个冤 不就还了吗 俗话讲的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啊 而且呢 又说 无债一身亲 大家想不想 无债一身亲 想是吧 那你就说 来 放马过来 是不是 该了的 赶紧了 不要我临终的时候 才来要 那就麻烦了 哇 那人能够这样啊 面对一切恶缘 恶报 处之太难 甚至感谢 甚至还期许自己啊 转恶缘 为法缘 我要为他演说 不只还他债 还要跟他结法缘 那个这个就是菩萨心肠 为什么 我假如不跟他结法缘 他又给我讨债 又造业 又多道三恶道 那跟我有关系啊 我假如不跟他结恶缘 他怎么会做 这些恶事呢 他怎么会来 找我的麻烦 找这些罪孽呢 所以不只要还债 还要帮助对方啊 这一生不要再堕落了 一定要转法缘 这个是负责任的人 这个是知道因果的人 这个是慈悲的人 应该有的思维哦 那怎么样 可以真正呢 转恶缘为法缘 那这我们修养就要好了 让对方啊 能佩服我们的德行 我们常讲到 这个布袋和尚 说到呢 剔拓在面上 随他自甘了 我也省力气啊 他也无烦恼 大家念的这一首记啊 有没有观想一下 自己先预言一下 有人给你吐口水 你生不生气啊 又生气了 那些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啦 立定目标啦 跟一切众生解法缘 给佛菩萨脸上贴心 有志气 有这么坚定的目标啦 得要练功夫 练在一切静缘当中啊 心平气和 其实啊 不要常常想我啊 多替对方着想啊 就能心平气和 你看他给我们吐口水 他很生气啊 他一下子称恨了 整个充满他的身心啊 他难不难过啊 他难过啊 所以我只想着 怎么样让他呢 气消下来 那我不就不生气了吗 我会生气是因为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那还是有个我嘛 所以今天假如你先生 生气了 你马上跟他讲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不对 你别生气了 你别生气了 气坏身体 是我最大的损失了 你说这种柔和的言语下去 他先生还气不气得了 你们都没试过是吧 佛法要自己的力行去应征 才知道呢 真实不虚 转自己的心呢 就能转境界 依报随着 正报转啊 正报就是心啊 就是为人制造啊 自己的心念 好 所以 一个人了解到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着死 他不再怨任何的人 他觉得每一件事情啊 恶缘还债好事 善缘尽本分 成就对方 那事事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佛陀接着又讲 欲知来世果 今生做者事啊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诗经上讲的 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啊 这个吉凶祸福啊 都是自己求来的 那当然 我们这一生求的最大的福啊 当生做佛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么大的福 要靠什么感召呢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最重要的感召了 那真的 这一生坚定要往生 那时时啊 关照自己的心 是不是菩提心呢 是不是跟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相应 心静 佛土静啊 感应啊 生 生则决定生 这个心 实时都跟 这五心相应 跟清静心相应 那一定可以往生 那平到早就接上去了 行共 遵修 普贤 大师之德 那西方极乐世界 是普贤 法界啊 那我们 纯心 言行 都跟普贤 十愿 相应 那这个也有把握往生 所以我们处事 待人接物 用这五颗心 观照 用普贤 行愿 来对照自己 实时 面对一切 众生 不只是人 包含我们 负责的事 面对的事物 都能 恭敬对待 去尽心尽力 去爱护 去珍惜 都是礼敬 我们节俭呢 就是礼敬 这些万物 称赞如来 面对 任何人事物 都能 看到人家的优点 都能看到 人家的付出 称赞如来 广修 供养 念念 都是 利益人的心 成就人的心 能够舍己 为人 广修 供养 时时 能观照到 自己 不恭敬了 自己 不能 欣赏 别人的优点 不能舍己 为人 念念 为人 着想 一察觉 念头 偏掉了 马上 反省 改过 这就 忏悔业障 所以 我们了解到 欲知 来世果 我们以后 人生 往哪里走 自己决定了 精神 做此事 所以 了解到 为人 至招 就不迷信了 因为了解 宇宙人生 因缘果报的 真相 所以很多人 到寺庙 去祈求 佛菩萨 神明 降福 给他 这是迷信 祸福 要靠自己 不是 福气 靠自己 去修 来了 赶招 来了 那不是神明 佛菩萨 能给我们的 那佛菩萨 也不可能 带任何的人 受任何的罪 因为那罪报 为人至招 那是自己招来的 所以 真正明白 这个道理 是依照 佛菩萨的教诲 好好的 断恶修善 转迷为物 就能转凡 成圣 这个才是 我们这一生 要努力的方向 目标 所以 欲知来世果 今生 作者是 这个道理 一明白了 这一生 尽心尽力 积功雷德 这样的人生 就不会后悔了 假如明白这些道理 没有真正去做 迟早后悔 后悔 都是后面才来悔 所以无量寿经 提醒我们一句话 何不于强健 使努力 修缮 愈何 待乎 现在 还年轻 精神都很好 再过二十年 头发 都白了 体力 摔了 再想 勇猛 精进 就不容易了 修行 要在当下 用功 要趁年轻的时候 用功 那我 讲到这里 诸位长辈 不要说 哇 那我完了 任何时候 看决心 下的决心 为人自招 一个人 真下定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这一个心 感召什么 诸佛 护念 隆天 善臣 永护 这也是 照感来的 那这个 我们就要了解 一个事实真相了 为什么能 照感来 诸佛 护念 因为 一念 骗虚空 法界 师父 这一两年 讲了两次 望尽 还原观 把宇宙人生 真相 告诉我们 每一念 周 骗 法界 大家动一个念头 周骗 法界 这一个道理 细细想想 毛骨 悚然 哇 起一个恶念 虚空 法界 佛菩萨 都知道 我们以后 还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时候 这些菩萨 就说了 2010年 7月 31号 是吧 哎呀 你看 你还说要往生西方 还起那些这么不好的念头 哇 那时候很丢脸 常常想想 动一个念头 所有廉址还会的菩萨 都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深羞耻心啊 深惭愧心啊 所以忏悔的力量啊 可以让人不断提升啊 所以往生西方的人呢 是积功累得的人 是能忏悔业障的人 能往生 所以动一个 坚定往生的念头啊 真的敢得 诸佛护念 冬天善神勇护 我们从 阿弥陀经当中 也可以了解这个道理 十方诸佛 各处广常摄像 说尘诗言 如等众生 当信誓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念阿弥陀经 念净土经 又念佛的人 十方诸佛都护念 因为这个法门太殊胜了 这个法门可以当生成就 这个法门 是把阿弥陀佛 成佛的 果地上的功德啊 拿到我们 因地上来修啊 所以所得的真实利益啊 只有佛讲得清楚 唯佛与佛 乃能知 身闻易节 师佛志 尽其神力 莫能策 所以这个法门的殊胜 只有佛彻底了解 叫男性之法 一般的人说不清楚 那我们呢 假如老实念呢 就得利了 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就好了 一个 唐朝的张善和先生 一辈子 一辈子宰牛 临终 这些牛要来讨命了 他吓得半死 哀嚎啊 一个出家人经过了 赶紧点一炷香啊 让他大声念阿弥陀佛 他念了十声啊 就往生了 那我们想一想呢 这个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啊 有多大的功德 多大的力量 让一个就瞬间就要 到阿比地狱的人 念了十声之后呢 当身去做佛 所以这个 殊胜的因缘呢 我们肯死心塌地地抓住去念了 那这一生呢 绝对啊 不会后悔啊 不会空过了 假如这么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机会错过了 那真是人生最大的后悔 所以这一生呢 要能无怨无悔 就要了解感应的真相 知道是自己造作 敢来恶报 无怨 知道这一生 把握好当身成佛的机会 断恶修缮 积功累得 可以当身成就了 那就这一生呢 绝对不会后悔了 而我们了解到啊 善心 善行敢善国 恶心恶行 敢恶报 而人会造作恶业 根源还在因为他迷惑 迷惑了才会造业 才会赶来这些恶报 所以人只要不迷惑了 就像一个人从小 有好的家庭教育 他知道如何带人处事 他知道时时啊 要为人着想 要厚道 他就不会造业 现在这个世间呢 为什么天灾人祸那么多 从小没有好的教育 他迷惑才造业 所以佛菩萨为什么怜悯众生呢 因为众生呢 迷失自信 造作恶业 那也不是他愿意这么做的 因为他不懂啊 染上恶习了 所以无量寿经当中提醒我们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啊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包容啊 进而怜悯 为人演说 要帮助众生 能接上正法的因缘 我们做得好 就能感动 就能化人 所以面对一切造恶的人 我们要怜悯啊 绝对不能指责 不能对立 好 那这个感应啊 由心来感 而人的心呢 在还没有妄动以前呢 也是清净无然 非常清澈啊 只是一个妄动 产生了善恶念 善念的偏向好事 恶念的偏向坏事 慢慢的 这个恶习 越积越厚 最后习气啊 都扶不住了 那我们可以了解得到啊 其实所有恶行 最初啊 也是一个念头不对而已啊 只是这个念头 没有很好的把它纠正过来 越积越厚啊 就越偏越远了 所以义经当中啊 告诉我们 善不积以 不足以成名 恶不积以 不足以灭身 善恶果报啊 其实都是 日积月累 也形成的 那人 假如对这个心念 非常的敏锐 去关照 他就可以慢慢呢 把恶念 制止 善念 成长 所以 在 宋朝 有一位 赵康靖先生 他察觉到呢 要从根本 起心 动念 来修 所以 他就 拿了一个瓶子 跟黑豆 白豆 假如他起一个恶念 他就放一个黑豆下去 起一个善念 他就放一个白豆下去 一开始的时候 每一天起的恶念多 所以黑豆很多 当然了 这个是正常现象 每个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都是慢慢的 把习气转过来 把念头 对峙了 接着 下定决心 去改过 去调伏 过一段时间之后 白豆比较多了 黑豆比较少了 最后呢 他连善念 都不执着了 连这个瓶子 跟黑豆白豆 都收掉了 心地 清净 透亮 不失善 不是恶了 所以我们行善呢 最后呢 也不要执着善报 那有求了 就赶三恶道去了 三善道去了 无求了 清净心了 就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 这个赵康敬先生 这个方法 值得大家 参考 因为用这个方法 我们就 不自欺 能了解自己的状况 所以 冬月大帝 曾经 逊 试过 我们 为善 如 春园 之草 春天的 草 不见其长 日有所争 人那个行善的态度 慢慢慢慢的 他那个善就越来越提升 为恶 行恶呢 如磨刀之石 他每天要磨刀 那石头 其实每天都有 不见其损 日有所亏 今天假如我们恶行不对质 每天都在折我们自己的福报 每天恶念止不住 三年五年 这福都折完了 就像经上讲的 与恶 事恶 行恶 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着祸 但是每一天 都是不断地要求自己行善 三五年之后 善报就会现前 好 所以我们谨慎到 善恶都要在这个念头当中去下功夫 而善行善行要不断地积累 才能改造我们的命运 好 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